大家好,我叫上海龙 我来自内地,到香港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了 我是由内地来港工作的 我透过注入的内地人才计划 长期留在了香港 并且大概到了满七年之后 我也换了香港的永居身份 因此就长期的在香港生活了 过去我一共经历了三份工作 主要来说前两家都是在运营商工作 第三份工作也是最长的 大概来说现在有六年时间 都是在商堂科技工作 我过去的经历 也是与香港创建国际创科中心的经历 非常之契合的 香港过去的优势很明显是在科研领域 科学创新领域是比较有优势的 它得益于香港在几十年来 都是持续对大学这样的一个科研平台的投入 2015年底香港创新级科技局成立之后 香港在科技落地方面的工作正在加速 特别是我们看到近年来 科技园数码港的创业企业不断的增长 从事科研创新的技术人员的数量不断的倍增 包括香港本地的创科企业的数量在逐渐增长 香港本地所诞生的独角兽的数量 现在达到了两位数 这在过去如果说我们说八年以前 香港是不可想象的 香港吸引全球人才 主要在于大学的一个吸引力 那么就技术创新而言 我是感觉到香港还需要做多一些工作 就香港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最近的一份预估来说 香港至少是需要十万名以上的科研技术人才 技术人才它首先是需要有附着体的 这个附着体最天然的依托就是企业 香港有多少的创新科技的企业 香港有多少创新科技有实力的企业 这是考验将来人才在全球范围内 能否汇聚到香港这样一个科创中心的考验 那么希望从官产学研各个层面 都要努力为吸引全球范围内的科技人才 来落户香港或者聚集与香港 共同去做出一些努力 我们可以从一组数据来看 就是香港本地的研究生的数量的来源来看 大概来说超过80%的香港本地各大学的研究生 包括硕博士 它都是来自于中国内地的 那么20%不到是来自于海外的 这就是现在香港科研的 我们说从科学创新的一个学生群体里边 它的一个比例 那我相信这个比例也大致反映了未来 香港能吸引到的人才 大部分也剩82比 我相信人才它具有自主流动性 全球的人才都在自主流动 同时它随着产业的发展 在不断地转移 那如果说香港想清楚 这个创革中心的发展方向 那相关的人才自然而然地会聚集过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